昨日发生三级火的长沙环润发仓库仍未解放 仓库入口有警员看守 多架消防车戒备 有消防员不时进入仓库 部分人戴上口罩 而丽法街和丽康街来回方向全线仍然封闭 润发仓库昨日的火警 昨日下午两点多升为三级火 三千六百多人一度疏散 事件中有两个人受伤 三个消防员不舒服 其中两个消防员送丸 夜晚近九点大致救息 消防说怀疑是工程引起火花导致火警 现场的消防装置也未能正常运作